哈嘍各位秀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N Ultimate in N6 歡迎再度回來方舟生存進化啦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孵化孔爪龍蛋了 啊 再也不會脫稿了 哈哈哈 之前說要孵化呢 結果 光是做其他的作業啊 哎 就 完全沒有時間 但是今天這一集 老頭一定會 啊 就是完全專注於在孵化的過程 然後呢 給大家一個好消息 順便教各位如何 在短時間之內獲得百分之百留恆度 啊這個部分的話呢 比較僅限於單人哦 多人的話好像比較沒有辦法 啊這個步驟呢是我在網路上查到的 而且非常的受用 如果你想讓你們的恐龍 啊快速的留恆百分之百 來看老頭的影片就對了 老頭來教你們 啊那還有呢就是上一集呢 很尷尬的事情發生了啊 啊上一集老頭不是一直在讚嘆說 哇 這隻萌馬像後面的屁屁居然做出來了 然後呢 前面的文路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Soft beautiful 啊結果呢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老頭 那個新的萌馬像模組啊 11月7號才會更新啊 你這個是舊的啊 然後我頓時非常尷尬 哈哈哈哈 我又回去看一下我在影片所講的內容 啊真的覺得還蠻丟臉的 明明就沒有改版在那邊講的哇這個文路 啊那邊講幹話我快笑死 啊整個就感覺很丟臉就是了 這件事情呢 告訴了我們什麼 意識 決定了你的記憶 啊這是一位觀眾講的 你覺得他是什麼 他看起來就會是什麼 啊你們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啊請大家忘記這件事情 當作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上一集呢根本就是 平行宇宙上一集是平行宇宙我們這個宇宙沒有這一集 好不好 請大家忘了他吧 好吧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孵化我們孔爪龍蛋哦 那他這個 的話我丟出來看一下 太冷了 這個家伙是需要熱 他才有辦法孵化出來 然後呢這個孵化的倍率哦老頭孵化速度好像調20倍吧 大概一分鐘 左右就孵化出來了 啊如果你是調一一倍的話你可能要一個禮拜吧 哎還是還是四五天我忘記了還是三天我忘了 反正總之呢就是 倍率要經過調整你單人才可以玩的快樂啊 那既然他需要溫度要熱嗎 我們就多做一點直立火把好了 現在我能想到的就是直立火把我們做個50隻出來 順便練一下我們經驗值 基本上呢我們現在也可以做雷龍鞍了啦 哎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8加59吧 呃67嘛我們67幾了 那這一這個部分基本上是可行的 之後再去抓雷龍吧 啊抓了之後 我應該會把他丟到後山 呵呵呵 哦然後這個製作的同時 我們的直立火把一樣繼續製作啊 我覺得我做太多了 我忘記他做一把 他就是乘三 如果我做50把我就150隻 還有現在幾隻123456789 27隻再做一個好這樣湊30隻 OK 我們就把直立火把插在外面喔 好我們順便把我們的 裝甲穿起來 哇帥 有沒有點帥 呵呵呵呵 在那邊自嗨 OK 直立火把 點一點吧 感覺好像什麼 獻祭儀式即將展開這樣子 準備要獻祭了啊 哈哈哈哈 獻祭給老頭之神 看起來有點可怕 挺可怕的 丟下去 有沒有反應 還是太冷了 哦孵化中孵化中 哦 啊為什麼要6分鐘這麼久啊 哈哈哈哈 我不是調20倍嗎 啊 容許我出去看一下 等我一下 既然都出來了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流恆度的話呢 其實在這個 後台喔 這個流恆度要如何快速100%呢 首先 你必須要在孵化中 就是說還沒有讓恐龍出來之前 還沒有讓恐龍孵化之前 去這個高級這一欄啊 然後呢 把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流恆的間隔係數呢 把它調到0.001 調整流恆任務的間隔 越短代表要做事情次數越多 代表說你有辦法讓他產生流恆的機會就越多 但是呢 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呢 你讓他產生流恆之後 因為間隔太短了 所以說他家的流恆會很少 最少最少就加一趴 所以說你要 照顧他99次或是100次 他才會流恆100% 但是呢 老頭這邊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他瞬間100% 好不好 讓老頭來教你怎麼做 那剛剛我發現那個孵化倍率太慢的關係是因為 老頭剛剛這邊只有5倍喔 現在調個25倍好了 好吧 算了我們就20倍下去好了 那成長速度56倍啊 嘿 然後這個調完0.001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好 現在我們回來了嗎 他這邊孵化時間1分半嗎 我們需要稍等一下 好我們現在調個快速好了 來調個快速 準備一下 ok 孵化起來了有沒有 馬上抓起來名字先不要取 你會看到他的關注大鼠祭石已經馬上歸零了然後這時候他要求你抱抱對不對 這時候千萬不要 我們離開遊戲 千萬不要 抱抱他 我們要回到原本的主選單畫面做什麼呢 把這個流恆度的間隙喔 調到 最高 我是調100倍啦 好 然後又閃退了非常棒為什麼一直閃退勒 好 那 剛剛閃退了我們又回來了 那回來了之後呢我們就剛剛看到我們寶寶需要關注嗎對不對 倒數 54321嗎 因為我們調了這個間隔係數0.01 001嗎 好 所以說他很快就要被受關注 那 我們為了要讓流恆度可以一次就百分之百 我們把它調到100倍 好這個時候呢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再回去抱抱他 好忘了跟各位講喔 下面有一個流恆屬性說放的係數我老頭是設定6倍喔 這個是 這個係數呢是你流恆度產生之後會增加多少屬性在這隻龍身上我調整6倍 所以說呢他等一下 要是流恆度百分之百 人力應該會很強 人力應該會非常的強 好然後呢 孔爪龍嗎 需要爆爆嗎 按下去 百分之百流恆看到了 流恆看到了沒有 然後因為6倍這個係數的關係喔 所以說他的血量直接翻倍 血瞬間變多 然後忘記丟漏給他了 不然他等一下會掛掉 好現在目前流恆百分之百啊他就不需要人家照顧了啦 完全不需要人家照顧 好那所以說下一隻呢你要一樣的步驟的話要讓他流恆百分之百的話呢 好一樣就是回頭把這個間隔係數調成零點零零一 等他需要被關注的時候再調成一百趴 馬上就百分之百流恆 是不是很厲害呀 好哇塞 449.9 哈哈 我這個6倍的6倍的屬性縮放是不是調太高的點啊 那管他的 好啦我們先讓他慢慢的長大 我們弄一個時間加速 啊 有沒有 超級時間加速他尾巴摔很快 哦馬上蹲大人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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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有了 太開心了 哇好大隻喔我的天啊 OK 啊 就剩下3%的時間了啊 啊順便做一下他的安好了 來 咬他 攻擊咬134 就是這個6倍縮放的機率6倍6倍所縮放的這個加成實在非常的高啊我可以上去了 哇速度好快啊 哇速度好快啊 哦 哦 聽說他可以翻牆啊 啊 就這樣子嗎 其實我還不太會他的能力是什麼我介紹好像可以跳到恐龍上面做攻擊嗎 這個需要試驗一下 好 看一下這個怎麼運作啊馬上就沒體力了 他們這個體力消耗的好快哦 他應該打不死我啊 我根本不會跳啊 我根本不會跳啊 哈哈哈哈 這邊有隻牛龍 你側龍啊 取這個名字 我還真的可以耶 可是他的彼得不見了 東太平洋漁場 實價分析師 兼鍵盤高手兼 洋流講師 海龍王 孔爪龍 海龍王孔爪龍是你 還是取這個名字好了 這名字好長哦 這個名字這麼長我覺得可以啦 喂 跳起來 好啦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 訂閱右下角喜歡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 再見 拜拜 ftedag 腳 這裡 SAL 這裡 我有